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是一節突發的新聞 其實我們在英國時間 早上很多網友 發了一些片給我 有幾條片 看到 一座大廈 上面 最高有兩條東西在動一下 然後再看第二條片 就是一堆人 好像 那些災難片 美國的災難片 慌忙逃亂 然後 有一個橫在那些店鋪拍出來的 就是一堆人在那邊走過 也是好像那些哥斯拉那樣 哥斯拉殺到來 所有人就慌忙逃跑 這個是 深圳的賽格大樓 深圳的賽格大樓 這個賽格廣場 深圳 地三高的摩天大廈 其實 根據報紙說 已經是地五高了 這個是位於華強北 我們先跟大家說說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按千辛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 Patreon和星期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內地微博中午廣傳大量的短片 指的是當地知名的電子產品集中地 深圳華強北塞格大樓 突然出現離奇的一個強烈的房東在搖房 市民很擔心大樓隨時會倒塌 荒芒逃走 真正好像災難片一樣 有網民認為當時是超級恐怖 深圳市應急管理局聲稱 當時沒有發生地震 正在調查大樓搖房的原因 當地媒體記者下午2點40分到了現場 賽格大樓 在下午1點左右發生過搖房 目前大樓已經封閉 清空了所有的內部人員 全部撤離 外來人士也被禁止進入 各出入口 包括停車場 也有保安或民業 管理人員 直班 守住 據悉 深圳消防 警報 已經出動了 公安部門 已經介入了 現在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暫時也沒有人知道 網民說 事發的時候相當大風 不過 是不至於使建築物出現感激烈的搖房 也有商店負責人在網上說 讓大家回家吧 今天不辦公不發貨 也有人 網上聲稱逃跑的時候 連拖鞋也掉了 有人 用16分鐘時間由50樓 跑到一樓逃命 真的有 有市民 連人自拖也掉了 然後 網民質疑大樓是不是出現了結構的問題 房動太明顯 說明很大問題 看來需要做一次全面的 樓體大檢查料 才可以解決後顧之憂 深圳地基條件 有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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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什麼地震 但是為了追求速度 施工質量不好 就可能會露餡了 這件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深圳市應急管理局的官方微博消息 在下午1點50分左右 接報塞格大廈出現遙防 但是查看之後 分析全市各個地震的監測台 所有數據收集 發現深圳 沒有發生地震的 而深圳沿海 沿岸沿岸也沒有 任何地震的跡象 而陣峰是6至7級 相當於每小時41至62公里 現在 風是不是很大也不算 是不是地震又不是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上面那兩棵東西 在陣陣下 一般就是通常遇到很大風的時候 大家如果去那些高樓大廈 通常 會有類似一顆波 在頂樓 用來做一個平衡 整棟大廈有鋼筋的建築 由一個平衡 最高的波在這個大廈上做平衡 逢是遇到有遙房甚至乎地震也好 他就會左右遙房射了那股力 反而 你這樣遙都還是好事 正常來說 如果是外面的大廈 我也不是說看到很多大廈 也去過了 我們去看過那個哈利法塔 哈利法塔 也有類似這樣的東西 因為你去到那麼高 你一定是遙房的 不過哈利法塔就好一點 因為他 下面高 上面一直上去 越升越高 越收越窄 相對是穩固的 我之前 看過泰國那棟 又是很高的那棟 觀景台那棟大廈 彩虹大廈 他也是有很大的波在這個最高那裡 也是用來射盡力 泰國當然 曼谷也沒有聽過有地震 大風也有 問題是 你怎麼也大風不過杜拜 杜拜哈利法塔 大家有看職業特工隊 看到 他會有時有沙塵部 很大風 但是是不是足以令到他動呢 當然 當然未必可以 每逢這些高樓大廈建築的時候 他通常 都會有 防震 防風 其實香港有很多的高樓大廈 例如 在半山那些 很高很高的 他也是 感覺到 例如在大風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那些風其實真的會搖 那麼這座東西這次是不是 出事呢 或者是否有潛在的危險呢 不知道 因為他建了 20多年了 那麼他 是2000年 是建好的 這座大廈 是2000年落成 其實是97年開始動工 那麼他 現在那個樓高 他就說是71層 但是我們看到其他的資料 就說他有75層在樓頂 四層地庫 總共79層 他說實際高度是292米 總高度是355米 因為最高還有兩棵東西 還有兩棵東西是最高的 他說 他說 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鋼管運營土結構大廈 那麼 那麼這件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即時令我想起一個成語 叫大廈章傾 大廈章傾的成語出處是文宗子的士君篇 大廈章傾非一目所知也 這個文宗子 其實就是 好久了 他講到徐朝的事情 這個是徐朝的思想家黃通的著作 他 就是 自重閹 號文宗子 所以叫做文宗子 這個成語主要是比喻一些 看起來好像很強大的東西 即將崩潰 即將快要倒塌 大家都知道了 中國古代其實是沒有甚麼高樓 起到兩層都已經很厲害了 塔就可能有幾層高的塔 但是一般 高樓的建築技術 是找不到的 所以 高樓在大陸 即是在以前的中國 其實就不會很高的 跟外國的建築就差很遠的 如果我們看過外國的建築 跟中國的建築比較 中國就沒有大廈的 即是很高樓 但是 民宗子時君所說的大廈張傾 其實就是 說一個 政權 即將面臨崩潰 我們 跟內地的網友報料 說 深圳 最近這十多二十年就挖很多地鐵 周圍都挖 會不會是影響到整個深圳的地基呢 這件事真的不敢說 因為 現在的深圳建了那麼多高樓大廈 而地下挖了那麼多 他 究竟有沒有辦法符合到整個深圳的發展呢 到處都是高樓大廈建上去 你知道 大陸有時 這些建築 未必 首先 可能是偷工減料 又或者 他未必計算得那麼正確 就算是 想到有甚麼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他們也 得過且過 這個是大陸最大的問題 尤其是 我們可以從 排水 系統可以看得出一個地方的良心 因為排水是看不到的 扔了很多錢 都不知道 完全沒有任何成績 所以 大陸的官 不會花錢下去 做一些地底的事情 做一些看不見的事情 所以每逢一下雨 深圳就變成威尼斯 變成水刀 另外一個成語 不是成語 應該是一句名句 歷玩狂難於記賭 扶大霞之章傾 這個意思就是 要挽救一些 就來 倒閉的事情 是很難的 要扶大霞之章傾 實際上 很難很難發生 歷史上有多少個可以這樣做呢 其實也不是很多個 可能都是三四個 數來數去 有人 說其中一個叫于謙 令到明朝可以續命 不然當時就有機會被蒙古復辟了 我們 其實就反而跟網友討論關於 中國的問題 現在的中國 表面上好像很強大 每一樣東西 都是 建築物有很多先進 有很多電子支付系統 全世界 所有人都被病毒摧殘 最快爬起來 究竟是甚麼事呢 究竟這個國家 是不是真的很強大呢 會不會像這座大廈那樣 大廈張傾 這些很多先兆 大家想一下 這些事情無端端會發生的 中國的事情太多了 究竟 這件事會不會是一種預兆 跟大家說 這個大廈之張傾 我們 其實 也是覺得 有可能的 往往很多事情 是不斷地向大家作出警示 而大家 在發生的時候 不知道 要做到事後 可能才是 仿熱大誤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都